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TVBS邵康戰警示 在我們現場的特別來賓 陳富雄委員 林炳祐議員 尹乃津小姐 菲宏泰委員 林涛議員 林鎮宇議員 中東會不會一觸即發的戰爭 珍珠黨的指揮官 哈馬斯領導人雙雙都遇襲 李瑟琳一下子一箭雙雕 跟你炸死 所以中東局勢恐怕會全面升級 會不會變成一個區域戰爭 就整個中東又打成伊朗 伊朗到底會怎樣 然後其他到底會怎樣 拜登跟尼泰爾夫通電話 以色列總理 強調我們要捍衛以色列 安全抵禦伊朗威脅 我真的不懂 不用美國 以色列也可以抵擋得住 以色列的國力 那種人民的戰鬥力跟別人比 不能比 什麼七日戰爭什麼 都是秋風扫落 美國現在聽了說 昨天國防部長也說 只要以色列本土受到襲擊 美國已經協防他 好像以色列需要美國 去幫他怎樣 武器可能需要 以色列我覺得根本就不需要你 伊朗能夠怎樣 美國現在天天跳起來 表示支持以色列 伊朗現在下定直接攻擊以色列 以前是旁邊 什麼曾祖長旁邊 現在是血債血歡 我尊貴的客人 哈尼亞 到這邊來慶祝我總統的就職 你在我的家 把我尊貴客人炸死了 那四顆人 數不可忍 太丟臉了 所以伊朗說要直接攻擊 可是他上次發了300個飛彈去 以色列不痛不癢 所以卡達是調停人 不人 因為當時卡達是調節以哈的核談 核談的最主要的人 被你炸死了 還談什麼核 所以如何實現停火 所以我認為大概停火又沒有了 尼泰亞胡 對 伊朗總理高興 他本來就不想停 是美國逼他的 這一下你不停算 正中我義 當時有說是不是F35去轟炸 去斬首 紐約時報說他住的旅館 早被放炸彈 消息早就走漏了 到底怎麼樣 真的也不知道 現在反正各種講法 所以哈馬斯首納哈尼亞的血 將至以色列滅亡 他們都是要以色列血在血患 中東地區震盪不安 當時去年10月7號 在卡達首都多哈的一間辦公室裡面 他們慶祝哈馬斯10月7號 對以色列發動的大洪水屠殺 當時以色列不是死的 一百多個人 多少人 還兩百多個人 這些人一個個都被殺了 所以以色列一個個幹掉你們 所以會不會變成大戰的敘局 老臣怎麼看 接你的話 你先說 我覺得我們台灣 應該把國防外報給以色列 我們有些武器也是跟他們合作 又省事 不是 我開玩笑 你怎麼這麼認真起來 好吧 我以為你是認真的 我是覺得基於種族跟宗教的不同 所結下來的代代的 一冤冤相報 是沒有起點 也沒有終點 所以最近的一次是 哈馬斯先起手 先動手 所以以色列就逮到機會了 我當然報仇 這個報仇什麼時候終止 我要請教你 他這次殺掉這個 在伊朗殺掉這個 哈尼亞 到底是他報仇動作的延續 還是一個新一輪的 新一輪的願意相報 重新啟動 你的感覺呢 都有 他報仇 他已經殺到人家幾萬人了 人家不過殺你200個 你殺了幾萬人 已經夠了 還有怎樣 我覺得兩種解讀都可以 但是我比較傾向 這是一個新一輪的 重新開始 大輪當中的小輪 這個小輪開始 就是說你這一次以色列 是踩了紅線 你殺了我那麼頂頭的人 而且是在伊朗的國內 而不在以色列 一下得罪好幾國 也不在哈馬斯的管轄區域之內 所以就踩破了紅線 而且你的方法 開始的時候是說是飛彈 現在是說宇宣他埋了炸彈 然後遠距離按了你就死掉了 這個給伊朗的國安單位 非常沒有面子 這表示說以色列的情報人員 已經遠遠厲害的 深入伊朗的系統 所以伊朗沒有面子的話 他當然要報仇 所以我比較傾向 說這個小的新一輪 就是說你開始 以色列你開始 現在輪到我伊朗報仇了 但是伊朗報仇 跟以色列報仇是不一樣的 以色列可以報到沒有完沒了 伊朗其實也滿厲害的 他們也很狠 打起仗也滿會的 但是他們的報仇 大概不會像以色列 這個拉得那麼長 但是他以色列現在曉得說 你要來 你要來 他悶著頭 這個伊朗也說我只打 你的第二大城市跟第三大城市 第一大城市 什麼是第一大城市 是首都還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大概就有機會 正常 大家不敢打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沒完沒了 這回到美國的選舉 川普就說我當選總統 以哈馬上停戰 俄烏也馬上停戰 要吹牛 川普 川普 我覺得這個也是吹牛 但是我覺得美國對這個以哈之間 真的是有一點束手無策 美國其實我覺得 講是這樣講 我覺得以色列後面還是美國 跟烏克蘭後面還是美國一樣 好吧 哈馬是領袖 因為在德黑蘭議社 伊朗怎麼辦 可能會逼他自核武 他本來就搞一半了 因為搞什麼協議 他就停了 伊朗核協議 現在你把他協議停了以後 他搞不好又再來做 絕對不會 不敢講 他偷偷的做 他有一些科學家也不錯 雖然有些被以色列炸死了 美國說我不知情也不參與 沒有人相信 以色列做任何事情 不跟你美國打個招呼 就直接去炸了 林太郎不會這樣吧 有可能 我覺得美國自己說不知情 我也參與 沒有人相信他 專家說美國在中東全力真空 所以衝突可以升高 曾祖黨也說以色列越過紅線 來進 這件事情 我覺得讓伊朗現在是他被羞辱式的 讓哈尼亞在伊朗 德黑蘭被暗殺 然後現在伊朗的頭痛 非常非常的頭痛 他召集了他的這些小弟們 黎巴嫩 真主黨 夜門胡塞武裝 伊拉克的抵抗組織等等 要一起來開會討論 然後決定要採取什麼樣的步驟 這個作為什葉派的領袖 阿拉伯地區的領導人 你在你的國家裡面 遭遇到這樣子的一種羞辱 你如果不採取一種適度的反擊 而且要讓以色列會痛 這個伊朗怎麼還繼續在中東地區 在這個什葉派裡面 維持他的老大哥的地位 可是問題是說 你打了 打了之後 如果真的能夠會讓以色列痛 以色列必定是報復的 背後還再加上美國在內的話 伊朗承受不起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於伊朗來講 是一個很尷尬的一個處境 比較有可能的是 讓黎巴嫩 真主黨 在這個邊境之內 然後採取一些協同的動作 然後對以色列 採取比較致命性的攻擊 然後把這個盡可能的 不要讓這個衝突擴大成是 以色列跟伊朗之間的全面開戰 這個中東的局勢 所爆發出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後果 所以以色列他現在 不管是武器或是各方面 他是承受不起的 他也承擔不了的 雖然說伊朗的最高精神領袖 已經把話放出去了 然後親稱也升起了這個紅旗 就是要對以色列報復 而且也下令在這個伊朗的境內 要做完完整的這個防禦 就是防止這個以色列的攻擊 但是伊朗是承受不起的 所以說為什麼會在之前的時候 就先放話說 我要對於特拉維夫和這個海法 第二大 第三大城市採取攻擊 但是要盡量的避免人的傷亡 就是希望說不要一發不可收拾 可是關鍵現在在於就是說 美國又變得很難處理了 這個納坦雅胡原本他一直不肯 在談判這個地方採取讓步 本來美國是很頭痛的 美國是一直不斷的 給他施加壓力 可是因為黎巴嫩真主黨 去炸了戈蘭高地 然後12個小朋友這樣的死亡 就又讓以色列逮到一個機會 對於黎巴嫩採取報復性的攻擊 而且你看他這一次的 這個報復性的攻擊 他的整個的綿密的那個計畫 是非常的縝密的 剛才這個大佬說 到底是一種延續性的 還是一個新一輪的 我覺得都在他們的盤算之內 你看像這個軍事 哈馬斯的軍事領袖大夫 是在上個月的空襲裡面 被炸死的 然後這個哈尼亞 如果說紐約時報的報導 消息是正確的話 因為紐約時報那個報導裡面 講說是伊朗的兩名官員 看過的那個 看過那個爆炸的那個報告 告訴這個紐約時報的 他們說因為它是那個大樓 受到那個破壞 而且很針對性的 就是那個房間受到破壞 並不是像是個導彈襲擊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兩個月前就放了 就放了炸彈在這個地方 你這個伊朗革命衛隊 這你在你的招待所裡面被遇害 伊朗革命衛隊 完全一整個是被 這是被整個莫薩德組織給打臉了 這個對於以色列來講 他還了 他也是洗刷了 他們的這個恥辱 當初哈馬斯 對他們這個攻擊的時候 這個莫薩德完全都在狀況外 現在美國怎麼辦 美國怎麼樣能夠控制這個局勢 不影響到未來的民主黨的選舉 很頭痛 我們看一個結果 今天亞洲的股市 我們先不要講 歐洲現在還正在開盤 台灣跌了1千多點 1,004 香港跌了2個多點 日本跌了更多2千多點 油價現在比去年第四季 漲了五成以上 沙烏地阿拉伯說 減採 禁運 這就促成世界有亂 既然你美國放 我是覺得了 以色列這個行動 美國一定會知道 你美國既然要放中以色列 我讓你全球亂吧 所以這個最後的結果倒霉的是 是我們這些國家 大家統統更是倒霉 那這個事情我是覺得 不管是民主黨 美國民主黨共和黨 都很難處理這個事情 因為猶太人在美國控制了 太多太多的事情 不管華爾街 不管是媒體 不管是他的捐款 這兩個黨都不會對以色列下重手 以色列可能也看準了 你美國就不會對我下重手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局勢可能還會再旺下 這個惡化一段時間 但是平常講 美國你真的要想想 你真的願意全球在 萬一中東發生一個 再大眼的衝突的時候 這全球你美國能夠控制得了嗎 美國是不管這些的 我覺得這些政治理系 都不管這些的 包括以色列 包括哈馬斯 也都不管 我知道你12個 我知道你以色列一定會報復 我知道你100個 我也知道你以色列報復 報復 報復 死了老百姓 當然他頭頭也死了 大家都知道結果是什麼 但是就是這樣幹 政治有時候很奇怪 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美國卡特曾經講過 美國的200多年歷史 只有16年是沒打仗的 美國是一個好戰的國家 全世界發動戰爭 美國到現在打了400場戰爭 大大小小在全世界 你近的不要講別的 寒戰 越戰 什麼柬埔寨 伊拉克 記得很清楚 美國在號稱在全世界 有幾百個基地 真的連大大小小的基地 有4000多個基地 打就打 他們就靠打 一戰仰戰 打是怎樣 我哪怕打 不怕我的軍工負荷體產業 因此大好 你們通通過GDP2.5%以上 然後多了錢幹什麼 買美國的武器 打敗 絆 我的天啊 這個是 你 我 我 感谢观看